這個按鈕最後做出來類似像這樣 就是上面可以輸入 清除的話我們本來是整個剩下電話號碼 那如果說你要按清除就清一個字的話 你可以這樣來做 那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就是說我們可以用一個自串的函數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學過那個substring substring就是你可以切自串 那它這個自串本身你要從哪一個你的自串 然後呢去從0 這個第一個字就0 它index值是0 然後切到什麼呢 切到它總長度在減1就好了 就把最後一個給扣掉了 所以這樣的表示方式的話我把它改寫 本來我們的程式碼是在這邊 原來是這一行 就是用tstshow.test 用settest應該沒問題 就是給它一個電話號碼 但是問題這個等於是裡面的字全部清掉了 那如果說我要把它改成就是說 清一個字的話 那第一個當然也是一樣 跟上面的這個程式碼一樣 就是get 把裡面的字全部把它get過來 get到哪裡呢 get到s這個sing的變數裡面 那再來就怎麼樣呢 把它扣一個字 那怎麼扣一個字特別注意 一樣是settest settest後面的話 記得就是你就打一個什麼呢 打一個大的s 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會有一個什麼呢 substring出來 你就打一個s sub 打一個sb就可以了 這邊有個substring 那我們選的就是說 它有幾個參數 各位可以看一下 其實這個部分呢 跟java一模一樣 就是說你在打的過程當中呢 一個sb都會提示 所以很多東西不用10倍 你不會也沒關係 有沒有 他跟你講說 你substring的話呢 是有兩種傳法 一個是什麼呢 你可以傳一個star 一個star就是說你第幾個 那第幾個以後 意思就是說從第幾個以後 全部抓回來 那不是這個 我們要是頭跟尾 所以會兩個參數 一個是star 從第幾個字 從第0個字 其實就是index 從0開始 一直到最後 就是總長度 自傳總長度 在-1 就是把最後一個字 扣掉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選這個enter 之後的話 他會先跟我們要一個 你的star在哪裡 通常就給0 對不對 就是index的 所影值 0開始 在哪一個字結束呢 在自傳總長度 自傳總長度 怎麼表示呢 s點什麼呢 點lex 打一個l 有沒有 lex就出來了 就用選的啦 你就 其實這個 如果有些字 你背不起來 沒關係 你就是用選的 有時候比較快 也不會打錯 enter之後的話 這個就是s.lex 那總共有幾個字 總共有幾個字 總共有幾個字之後 你把它減一個字 最後的話 把它結束掉 這樣的話 他就會怎麼樣 做出來 最後還有後瓜糊 這邊還有後瓜糊 OK 之後的話呢 那他做出來的效果 就會類似這樣的 他會把什麼 自傳的 從D0個字 有沒有算起 然後呢 扣掉最後一個字 所以你按清除的話 就會有這個效果出來 但是呢 這樣寫 還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如果你在按清楚 會怎麼樣 還是繼續清 對 那清到最後還有沒有 沒有對不對 按下去會怎麼樣 就crash掉了 OK 所以呢 假如說你要寫一個 不會有bug的 這邊就是要做判斷 判斷什麼呢 判斷如果 自傳總長度要大於 所以這邊的話 要一幅對不對 一幅什麼 一個條件 這個條件的話呢 再給一個大瓜糊 這個地方我習慣給一個大瓜糊 把它切一半 把底下的東西搬進來 OK 就是小瓜糊是判斷 就是邏輯判斷 那邏輯判斷 裡面要判斷什麼 判斷那個字串的長度 對 搬進來 那這個邏輯是什麼呢 邏輯是 呃 當 字串的總長度 必須大於多少 大於5 電話號碼 5個字 因為現在UniCode 無論英文中文 反正都一個字 都是算一個字 以前 有什麼 兩個bytes 一個bytes 現在沒有 UniCode全部都是 兩個bytes 佔一個字元 OK 所以呢 點什麼呢 點lex 就是 也是一樣選的 S就是這個字串本身的長度 它的點lex 其實以後 都不用背 這邊都有 如果你不懂 沒關係 這邊上面都有說明 如果你實在是 看不太懂 沒關係 旁邊這邊還有 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個 就是你點這個說明頁 這邊旁邊不是有個什麼呢 就是你可以跳到browser裡面 它也可以再跳到那個 Java裡面的那個說明頁面 所以說明文件都在這裡 所以最好的電子書就是 Online的 通通都有了 你就怎樣 點擊它之後有沒有 它就跳到一個新的頁面出來 也會連線到那個Oracle的那個 Java那個說明網頁 網站上面 它就告訴你說裡面 它這個函式要怎麼 怎麼去 這個lex 它return什麼東西 有沒有 return the size of the string 有沒有 就是它的size多長 然後return什麼東西 這邊都有啦 相關的說明 非常的詳細 而且還有相關的函數 怎麼去使用 如果你不懂的話 它隸屬於哪一個 它這邊有 Java的.lex 裡面的那個string的那個 類別裡面 所以相關的說明都在這裡 你可以往上讀 其實就是 這個就是 應該是string這個類別 它是一個類別 它是一個類別 那string類別呢 它是隸屬於 Java 有沒有 Java.lex 的套件 所以它的觀念是這樣 就是一個很大的套件 Java本身就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韓式庫 韓式庫裡面會有一個套件名稱 叫做legs 有沒有leg legs裡面會有一個類別 就是string 有沒有 那 就自傳相關的都在這裡 還有像mass 就是數學函數 對不對 或者是像其他還有比較重要的其他相關類別 它就分類吧 OK 所以將來如果你有些東西 假如說不清楚沒關係 就是直接 這個部分呢 無論你是學Java 或是學Java 都一樣 所以這邊的話 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的話 有個L 這邊都會出來 OK 那你enter之後的話 如果大於多少 大於5 條件就給它就好了 如果呢 這個 這個應該 前面應該都學過吧 那個if 反正一個條件 執行什麼事情 如果這個 為True的話 就是跑下面的 那如果大於5 那這樣的話 我把它save之後 再重新跑一下 那這個程式基本上呢 就不會有L了 所以如果說 我們要直接清除的話 那就是上面這一行 但如果說你只要清一個字的話 就是下面這幾行 就是第一個當然也是取得 字串裡面的東西 再去判斷說呢 它是不是有超過五個字 如果有五個字的話呢 那就是怎樣 去切字串 這個切字串的方法非常重要 因為以後 無論 反正你要切字串的話 就是利用substring 就可以切出來 所以很常會用到 就是說我們說 找到哪一個字 存不存在 要把某個字串 切出來 秀在畫面上 比如說秀在清單 list裡面的話 那會用這種方式來切 所以這個substring 這個韓式如果你不熟的話 恐怕也要稍微看一下 OK 那相關的Java書籍裡面也都有啦 OK 那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喔 好 好